这样喝酒大家见过吗 济南小河边的一个小酒馆 卖啤酒 这里是济南小河边的一个小酒馆 今天我们来喝一杯 大家看有没有感觉 就坐在河边喝 这边还有大妈在洗头吧 3块5一扎 这会儿应该不是饭点 所以喝的人比较少 没多少人 先给我来一杯 咱们这什么啤酒啊 青岛还是什么 暴突泉 暴突泉是吧 只卖酒不卖菜吗 来太早 来太早了是吧 早了只能喝酒 你看外面太阳底很热 但是这边就感觉很清凉 有树荫还有点小风 来得太早了没菜 这么热的天 我第一杯必须是扎皮 真爽啊 这河水很清啊好像 今天咱们也来体验一下老济南人的市井生活 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环境 是不是很有意思 电名其实也很有意思 叫小河人家 还有整桶拿的 家里喝 这个天喝冰激酒很爽 不喝水 不喝水 夏天不喝水只喝扎皮 对头 习惯的能力药 大叔您不是济南人啊 是的 口音不像啊 我是湖拽 湖北的是吧 湖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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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澈 它这个不是泉水吧 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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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泉水过来的 对 这是五龙潭 过来的 叫五龙潭是吧 这边确实舒服 大叔你们这个算早酒吗 算半早酒 它应该是晚上人多是吧 对 这个夏天腊凉很舒服 老板老家再来一杯 我估计还要再来个两杯吧 这个地方你怎么找到的 环境太好了 真爽 我怎么找 我这人呢 你就这边 就是自己家房子是吧 哦 就开多少年了 这个小酒馆 20年 在这边喝酒有一个好处 前面大概10米 却有一根厕所 所以喝啤酒不怕 必须有厕所 没厕所麻烦了 咱们今天的第二杯也是扎皮 再来一杯 这个我估计喝个三五杯 八杯应该没问题 很淡这酒 两度多 就是解渴 当水喝 老板刚才说 这边人夏天不喝水 就喝扎皮 刚才我问 两个大哥 他们说这边也有菜 然后搬个桌子搬个椅子 就在小河边吃 这边是济南的老城区吗 对 除了洗托吧 还能洗衣服 还没菜 咱们自己带的 就是之前我们买的济南的天价肥肠 一百三十八一斤的 一百三十八一斤的 旁边大哥说 这个到济南来一定要试一下这个水 感觉感觉济南人的生活 试试是吧 好的 一会一会我来下去试试 试试水 麻烦您再来一杯 麻烦您再来一杯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 这个生活惬意不惬意 一口肥肠 一口扎皮 小酒在手 天下我有 我们在小河边 美酒喝完了 一会再去寻找济南的美食